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畫面會跳出來的原因在哪裡 因為Active執行 然後會去執行Uncreate Uncreate就把它執行起來 所以這個流程我想很清楚 OK 那再來的話 你有Layout之後才能夠把你的元件放上去 如果你沒有元件 所以有的人常常把這幾行程式 寫在Uncreate的上面 完蛋了 你的Layout都沒出來你怎麼放那些東西 所以就一定跳掉 OK 所以特別需要放的位置一定是SetContainView 然後把那個叫出來 那我們基本流程大概跟上個禮拜一樣 第一步就怎麼樣 宣告物件 那宣告物件的主要目的就是說 因為你要實體化 你如果沒有物件的話 其實物件簡單講講講 擺一點就是在記憶體配置一個空間 存放 我們要存放的那個比如說元件 元件你要Run 你至少要實體化 元件將來Run要Run在哪裡 Run在記憶體 記憶體沒有配置給他 你怎麼Run 所以宣告 這幾個 包含就是說我們有四個嘛 所以一個TestView 對不對 所以名稱的話也叫TestShow OK 然後呢 三個Button 特別注意 有些書是三行 不過我覺得簡單一點 中間加多點就好了 這三個都是Button 那如果說你在 輸入之後的話 假如說 會出現這個 有沒有 常常會出現 所以 游標放上去 把IMPORT進來就好了 游標放上去 IMPORT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他就幫你IMPORT 那實際上這個Button指的是 Enjoy的 VG的Button 啊 實際上寫法是 Java的寫法 可是 原件是使用Enjoy的原件 所以這個Google的Enjoy很厲害 他實際上就怎樣 反正我就是在Java的基礎上 因為Java已經很穩定的 出來非常久 很穩定的一個語言 對不對 我就怎樣 在你的 肩膀上面 再架上我的東西 所以 你看 站在巨人肩膀上面 真的是 會非常的方便 所以為什麼那個Enjoy會 這麼的快速 甚至他 比iPhone 晚 晚出 應該是比較 差不多時間出現 可是呢 他的爆發力 卻超 應該已經超過iPhone很多了 為什麼 因為 他利用Java的基礎語言 然後呢 架上自己的什麼 架上Enjoy的相關的VG上去 包括這些 OK 那這裡的話呢 我們就是 宣告物件之後 再來做什麼 連結 那因為會有四個 四個元件 在畫面上面 我們剛剛有四個畫面 畫面上有四個東西 要把它連結過來 那連結過來的方法 很簡單 馬上也有講過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畫面上市 TestView 你就 強制轉型 這邊一定要寫 然後後面的話 你就怎樣 打一個List 其實這個List 打不打都沒關係 有些書裡面是沒有打List 不過 打個List 好處是什麼 因為點下去之後 有沒有 你就會自動跑出 FineView by ID 因為我比較懶 有時候我自己打 有時候 怕會打錯字 而且FineView by ID 你的大小寫 還不能打錯 Java是有區分大小寫 所以大小寫打錯也不行 點兩下之後的話 他會跟你要一個ID 那這個ID指的是什麼呢 指的是大R 那所謂大R 我剛剛講 他就是 放在Channel裡面的 這邊有個 有沒有這個裡面有一個叫大R的登錄檔 這個登錄檔做什麼呢 就是把Resource裡面所有的這些東西登記在大R裡面 做成什麼呢 做成一個編號 而且是16境位的一個整數 那將來的話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大R去取得 畫面上那個元件 所以我們用R點 ID 畫面上有沒有 然後按個Enter 用點的 你就可以去找到 如果你點下去之後發現奇怪什麼沒有出現我要選的那一個ID的話 那大部分原因都是什麼 你這個 有沒有 做好了修改 之後沒有存檔 就不會出現 如果你存檔好也沒有問題 來 全